许多地方的人都喜欢打麻将 对于一些人来说 麻将不仅仅是一种休闲娱乐的玩具 还是一种社交的工具 不同的麻将圈子就代表了不同的人物 四川首富张勇就特别喜欢打麻将 海底捞的灵感就是来源于一种麻将的术语 当年张勇创办了海底捞 跟他另外一个合伙人每天下班了 就加上两个人的妻子一起在店里打麻将 直到现在张勇依然非常喜欢打麻将 刘勇好就说了张勇特别喜欢打麻将 但是他打麻将的时候脑子一直在动 不停地转还在思考公司的事情 在香港的豪门圈里面 麻将也是一种贵妇运动 很多豪门太太闲来无事就一起打麻将 不过你别认为人家就是纯粹在打麻将 很多时候人家是在培养一种人脉圈子 这样的圈子在关键时刻就可以给自己的丈夫生意提供巨大的帮助 当年李婉华就是靠着打麻将 帮何鸿燊认识了霍英东 最终帮丈夫何鸿燊赚到了千亿身家 很多人都知道何鸿燊跟霍英东是好朋友 何鸿燊也是因为霍英东而拿到了澳门赌牌 从而是奠定了自己的成功 何鸿燊跟霍英东虽然都是华人书院的学生 不过那个时候两个人并不熟悉 1948年霍英东初次认识何鸿燊 不过那个时候霍英东对何鸿燊印象并不好 当时霍英东打听到了澳门连昌公司需要一种海人草 这种海人草生长在东海 霍英东当时有船队就带人去打捞 当时主导这个生意的人是何贤 后来何贤就让何鸿燊去接霍英东 霍英东带了一百多人去了东海 结果被人扣留在一个小岛上面 前前后后半年才被放走 霍英东辛辛苦苦再打捞到海人草 运到了澳门 当时连昌公司收购海人草是卖给日本人做喂药的 何鸿燊当时十分精明 结果就坑了霍英东 他把海人草全部都晒干了 再来称重 结果霍英东是血本无归 多年之后霍英东还曾经谈到了这个事情 显然这个事情他一直是印象深刻 几年之后何鸿燊在澳门得罪了帮派 结果被赶回了香港 他在香港开了一家建筑公司 也赚了一些钱 但算不得顶级富豪 这个时候 霍英东靠着卖楼花实力大增 一跃成为了香港华商里面的佼佼者 当时何鸿燊还没娶二太的蓝琼英 他跟大太太李婉华的关系也非常好 李婉华出生澳门大家族 从小就是养尊处优 跟着何鸿燊来到香港之后 李婉华就认识了一大班的豪门太太 李婉华每天没事就跟着这些人打麻将 李婉华看似是去消遣 其实也是在为何鸿燊培养人脉关系 当时霍英东的大太太李婉妮也常常跟李婉华一起打麻将 李婉华就利用跟李婉妮的关系 帮何鸿燊搭上了霍英东 在这之前霍英东就跟何鸿燊虽然认识 但是算不上是朋友 不过因为李婉华跟李婉妮的关系 霍英东就跟何鸿燊成为了朋友 真是有了这层关系 1961年何鸿燊才会找到霍英东帮忙 一起去澳门镜头赌牌 霍英东后来说了 其实当时自己跟傅老荣跟高肯宁两大家族是非常熟悉的 本来不想踩国界 何鸿燊为了让霍英东加入自己的镜头团队 也是设了一个局 他先是在镜头的前一天约霍英东到澳门踢球 然后才跟霍英东借了40万 说自己也要去镜头 之后就说自己镜头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做好事 结果镜头上了 他就把国彩的利润都拿出去 捐给了澳门的老百姓 这一点打动了霍英东 于是霍英东后来才答应加入 有了霍英东加入何鸿燊一方 才有实力跟傅老荣跟高肯宁两大家族歪手腕 当时傅老荣跟高肯宁两大家族 在澳门封杀何鸿燊 14K派了五虎保护何鸿燊去澳门 14K为何要这样帮何鸿燊呢 显然这就是霍英东的关系 如果没有霍英东 以何鸿燊当时的人力跟财力 根本无法在澳门站稳脚跟 不过后来 何鸿燊却屡次坑了霍英东 这样两人后来是反目成仇 因此还造成了何超英跟霍正廷的悲剧 本来两个人是互相喜欢 结果却因为两大豪门的恩怨 两个人没有机会走到一起 何鸿燊拿到了赌牌之后 在澳门不断发展 他不断收购小股东的股份 让自己成为了澳门娱乐公司第一大股东 超越霍英东牢牢牢牵制住了公司 后来他踢走了叶翰 引入了郑玉彤 让自己的实力更强 到了80年代的时候 何鸿燊的实力已经非常强了 博彩生意给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利润 他又把这些利润投入到地产 航运 酒店等等生意上面 何鸿燊生意不断暴涨 到了去世之前 何鸿燊在香港单单是房产 就价值高达200亿 另外何鸿燊名下的收藏 价值也超过了100亿 加上他的资产 他的总计加产已经超过了1000亿 不过当时 帮了何鸿燊的李婉华 最后的结局却非常惨 他本来是澳门街的第一美女 结果却是患上了怪病 而且一直医不好 整个人报售几十斤 这个时候何鸿燊又娶了14岁的蓝琼英 李婉华后来又发生了车祸 导致失忆了 后来李婉华的儿子何油光 又车祸去世 女儿何超英又疯了 何超贤也远走外国 只剩下何超雄一个人在香港 但是却一直没有结婚 在这个时候 何鸿燊又接连迎娶了三太太 陈婉珍跟岁太太梁安琪 李婉华虽然终于在80岁才去世 但是他的一生真的非常可怜 其实当年何鸿燊可以在澳门站稳脚跟 也是一位李婉华的帮忙 李婉华当时帮了何鸿燊 拿到了澳门纺织品的垄断经营权 何鸿燊才赚到了第一桶金 多年之后 何鸿燊却否认了这段历史 说自己第一桶金是靠着自己在海上赚到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 李小龙去世多年 原配妻子再嫁两次 前人结局惨淡无比 1973年的一天 李小龙死在了丁佩的床上 李小龙是一代功夫巨星 他的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因为平时情与锻炼 李小龙的身体素质一直很好 对于真正的死因 不少人在猜测 当他们问到丁佩时 丁佩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 1972年是李小龙妻子林达的生日 为了给爱妻庆生 李小龙选择了凯瑞酒店 而此时的丁佩正好住在酒店 好巧不巧的 丁佩回酒店时碰见了李小龙夫妇和邹文怀 邹文怀是把丁佩迁入少世的 后来又创立了佳和 而正是佳和以高聘仇 与李小龙牵下唐山大兄和金武门 李小龙获得了名气 佳和获得了收益 他们互相成就 在邹文怀的介绍下 李小龙和丁佩相识 虽然此时 李小龙有妻子和儿女 仍然没能挡住爱情的味道 两个人交往后 丁佩时常陪在李小龙身边 包括李小龙在拍戏的时候 他也会陪着 特别像热恋中的小情侣 八卦记者迅速捕捉到 两人的不同时 李小龙的粉丝非常抵制丁佩 尤其是他艳性的身份 哪怕在李小龙去世后 粉丝对丁佩仍然没有停止攻击 不好的言论 寄恐吓性 导致丁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牺牲活受到影响 在李小龙刚出世的时候 他的家人和丁佩对外界的说辞都是 李小龙是在自己家中去世的 但在几天后 有人根据救护车的轨迹发现 李小龙真正出世的地点 是在丁佩的家中 这件事也变得更加神奇 那么李小龙真正的死因是什么呢 没人知道 在丁佩不知所措的时候 向华强出现了 他邀请丁佩出演电影《铁证》 没过多久 两人便领证结婚 这段婚姻在陈兰出现后画上了句号 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丁佩 看淡了世间利益 整天吃瞻念佛 在那个纯健的世界里 她的心才能静下来 在李小龙去世的多年里 丁佩经受了不少压力 以至于意识有些错乱 一直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 做李小龙喜欢做的事情 把巧合联系到李小龙的身上 一切的一切 让丁佩的生活变得辛苦 但在她心里是幸福的 而李小龙的妻子琳达 在丈夫去世后又嫁过两次 如今在西雅图定居 因为李小龙在那里 他们仍然以另一种方式在一起 但她把两个孩子教育得非常好 儿子像父亲一样创造好莱坞 留下一个又一个优秀的作品 但在一次枪战戏中 离奇死亡 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动作演员 并以父亲的名字 创立了一个健身器品牌 她们在各自的行业闪闪发光 琳达和丁佩爱上了同一个男人 但又有不同的结局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订阅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